大美,那么大一桃子,你说你这刚刚几口啊,三口你就吃了一大半了 我饿了,咋了,不行啊 大美,我没说不让你吃,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别吃太快了,容易卡着嗓子眼 我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这个用你说吗 大美,你说你都嫁给我好几年了,现在脾气还像个小孩一样 这样也挺好的吧 是挺好,我喜欢就行,是吧 对了,大美,我正想跟你说个事 公司最近一个多月到两个时间内,都得必须每天晚上加班 天天加班啊,那,那加班也用不着你啊,你不是大领导吗,你又不用加班 唉,大美,你是不知道,当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呀 我虽然说不用干活,我得看着他们,我得盯着他们呀 回来呀,肯定都是特别晚,都得到十一二点了 大美,你仔细想一想,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不安全 我觉得,就是,咱俩应该定个暗号 暗号? 嗯 小波,要么这样,你每次回来的时候呢 我如果听到,咱门口那个狗叫三声 我就知道是你了,我就给你开门 如果他不叫,或者没叫三声,我就不开门 哎呀,大美,咱家养那狗在门口 我说让他叫,他就叫了,那有时候,我回来的晚,他已经睡觉了 要不这样吧,我就学狗叫,行不行,听到了,你就给我开门 行,你回来的时候,你在门口,学狗叫,叫三声 嗯,好,就这么定啊,一定要记住一个暗号 好,我知道了 别吃了,又再给你买就行了,你看看 我这个狗叫三声 还 cable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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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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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老大,你回来了 我,走呗 你怎么还没睡啊 我这不等你呢吗 哎呀,辛苦你了大美 没事 你说这都半夜12点多了 你还在等我 我这不刚下班也是 你累吗 还行 那你赶紧去洗澡 说说说 行 我去了 这大美 自从我加班这段时间 天天半夜等着我 肯定也把她熬坏了 行 我也不学狗叫了 我自己看那进去 她呀 估计这会儿都睡着了 别打扰她 好你的李大美 你怎么了 你先坐下 刚刚那有个黑影 谁 谁啊 谁也没有啊 家里就我自己 还有 你这回来不是有暗号的吗 你怎么直接 进来了 你给我编 可真是编 我告诉你 我刚刚明明看见了 李大美 行 既然事情到了这地方 你不过说实话 咱哪 必须离婚 不是 我做什么了 你就跟我离婚 你离婚之前 也得把事情搞清楚 不是 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趁着晚上 我加班这段时间 怪不得你每次让我学狗叫才给我开门 我本来我今天想着 不是 不想打扰你了 你呀 也该睡觉了 我就自己拿着钥匙 没想到 我在那看见了个人影 你呀 说 给我戴了多少帽子 你这说的什么混账话 我是那样的人吗 还有 你竟然怀疑那里有人影 你为什么不去看清楚 你 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人 你就说我 做对不起你的事 朱小波 你真不知道你说这话 太侮辱我了 李大美 那你给我解释清楚 我看到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行 我跟你说 咱俩洗衣机 今天白天坏了 他一洗衣服 就好大的声音 就不停的在响 我怕吵着邻居他们这些 我只有等晚上的时候 这些邻居都睡着了之后 我才 用手洗的衣服 你刚才看到的那个 那个人影 估计就是那个衣服吧 真的是衣服吗 你这话问的 你别忘了 咱家这可是16楼 如果真的有人的话 他如果去阳台 他能去哪呀 难道跳下去啊 也对啊 你天天的想什么呢 跳下去 指定给他摔死 大美 你看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五 你看 作为任何一个男人 看到这一幕 都得急啊 你别生气了啊 我错了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再这么 不非青龙造白的 侮辱我 冤枉我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行啦行啦 知道错了 明天啊 找人 给你休息一天 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半夜了 走吧睡觉去 对不起啊 走走走 大美啊 嗯 怎么呀 公司又在安排我出差 我不想去啊 又出差啊 嗯 你说你们公司 怎么回事啊 老是出差 老板说了 多出差啊 在外边多磨练磨练 对我这个升职 加薪啊 都有好处 我不想去 非得让我去 没办法 那老板都说了 你不去也不行啊 大美 嗯 关键我一去 没人在家陪你了 我都那么大的人了 我用人陪吗 我一个人也挺好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要在家 不有人陪你说话了吗 咱俩还能打个游戏啥的 没事 你在外面要是不忙了 你也可以给我开视频啊 没事的话 也可以陪我打局游戏 关键我走的时间那么长啊 最快的话 十天半个月 最晚的话 一来一个月 没事的 哎呀 不去也不行啊 行了大美 既然老板都安排我去了 也得去 走吧 跟我去超市买点东西 明天我就走了 走吧 等着了赶紧 大美 嗯 你就别送我了 我自己走 在屋里啊 凉快会外边热啊 那也行 那你自己 去的路上小心点 到了 别忘了给我来个电话 报个平安 行 大美 大美 走了啊 走吧 记得想我 走了 嗯 让他慢点啊 好 小伯爷出差走了 我也不能总在家闲着 去收拾收拾家里吧 看家里面乱的 小伯爷出差点 大美 小波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因为你回来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我好去接你 打什么电话呀 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我都出去一个月了 现在啊 回来就是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啊 行 那你回来了 你看 这家里面乱的 我去收拾一下 顺便把垃圾给倒了啊 收拾一下 家里边也不乱 我觉得挺好的 有一点 大美 你干嘛去 你倒垃圾啊 你在家歇着就行了 我来倒 好好歇着 不用 没事 小波 我来 不是真不用 你看你那么累 你歇会吧 我去就行 大美 你去什么呀 我去 你就应该好好在家歇着 来 给我 不是 小波 来来来 给我吧 真真不用 不是小波 我倒就 大美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没 没什么 你给我拿过来 我看一下到底什么东西 小波 大美 你给我说 这什么东西 没什么东西 你给我说 这怎么那么多 要渣 中要渣 怎么回事啊 这是 啊 怪不得 你不让我去倒垃圾 我本来还想着 我心疼你 我去倒 让你在家歇着 你给我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小波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你看 咱结婚 也两三年了 你不是一直 想要个孩子吗 我 这你不在家 我去医院 检查了一下 医生说 我公寒 不容易怀孩子 而且 就算怀上了 也很容易流产的 所以 我就 听医生的话 去 开了点中药 调理一下身体 人家都说 喝这个中药 对公寒很晚用的 等我身体调理好了 咱们就可以 要孩子了 大美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小波 我这不是也是 在你出差之后 才去检查的吗 然后 回来之后 我想 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再告诉你 而且 我这不是也担心 怕你会嫌弃我吗 大美 你这说的什么话 咱俩结婚那么长时间了 我对你啥样 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我对你一直都是那么好 以后再有啥事 你别瞒我了 行不行 害得我担心 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 我知道了 我以后再有什么事 都不会瞒着你了 大美 你要是以后 再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到时候可真生气了 不会了 行了 既然 医生让你喝中药 那以后 我每天给你熬中药 这样行吗 行 等身体调理好了 咱们 就赶紧要个孩子 好 行了 我去把垃圾 给你倒了 你歇一会儿 行 嗯